我把我的衣服脱了 太热了 我太热了 老师 你有见过这么矫情的女明星吗 孟子义一遇见男嘉宾 立马查理查气 26岁的孟子义 曾因不会系安全带 撒娇让郭气凌帮忙 被骂上热搜 如今又故技重施 在某恋爱节目里 孟子义与相亲对象出门游玩 镜像的傻白甜连鞋带都不会系了 我不会系鞋带 随后 娇滴滴的让刘特帮忙 你会系鞋带吗 我肯定会系鞋带啊 刘特无奈只好弯腰 帮他系好鞋带 没想到 孟子义得寸进尺地表示 以后要继续系 嗯 她要再系 如果说其他男性 碍于情面不好拒绝 那么大直男郭气凌 对他毫不留情 在饭后闲聊时 一群人肆无忌惮地相互调侃 孟子义竟搬出妈妈压制郭气凌 并让他要好好表现 我妈说了 让你那个好好表现 这话任谁听了 都会误会 他们之间有关系 深知炒CP套路的郭气凌 连忙撇清 不仅如此 在之后的电台采访环节 当汪苏荣问孟子义 有没有喜欢的人时 他却将话题抛给郭气凌 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呢 郭气凌一脸猛圈 随后机智化解 没有我喜欢的都没有 更离谱的是 在之后的红毯采访环节 孟子义反复将恋爱话题 引向郭气凌 郭气凌再也忍无可忍 按照提卡将所有犀利问题 一股脑全部砸向孟子义 你觉得桃花屋里面居民会票选 你们最讨厌的人吗 回答 孟子义惊到说不出话 其他嘉宾也吓到屋脸 不敢相信 很显然 孟子义一再挑战郭气凌的底线 才让一向被赞双伤高的郭气凌 当众对到他下不来台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